生命电视台 奔回 佛陀说法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符合每一个众生的心意和心愿 佛陀对需要空性教法的人 说空性教法 对不需要空性教法者 也不会勉强灌输空性毅力 而是所适合各种众生 能够利益众生的佛法 在佛陀的教法中 最着重的就是慈悲 佛法就是一种 无伤害和平无称的法 善业的力量大 恶业的力量小 这是因为罪恶本身 没有任何真实的靠山 它是由错乱性所造成 是站不住脚的 善业则是由无错乱的心所造成 因此善业有真实力量的知识 真实或真理能够战胜一切 虚假则永远注定失败 这次世间的法则不是吗? 很多人觉得修行佛法很特别 像是表演 其实佛法就是生活 佛法教导我们 如何驾驭平凡身躯里的心 不许刻意改变坏在身躯上的形式与服装 而因改变内心 但我们不了解这一点 听到修行 就开始想表演 虽然佛法包含仪式上的东西 但不是全部 懂得降服自行 生活就是修行 就是佛法 忏悔在藏文有切断的意思 意思是将罪业和自行切分开来 忏悔过后想 我从今天起 和过往的罪业一刀两断 我是一个崭新的人乐 这样鼓励自己 忏悔才有力量 若只是嘴上念忏悔文 把罪业留在心中 念念不忘 这会让自己一直痛苦 一点好处也没有 放下过去的负面经验 打开心胸 积极行善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哪一种法 无论是哪一种法 没有哪一种修行法轮高 哪一种修行法轮低的差别 修辞的结果 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毅力 人们通常在一开始时 都非常热心与修辞 但一旦他们遭遇到了困难 就气馁了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最重要的是 不要放弃修辞 在灵受法教 以及利益众生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像坚持 要最新 最贵物品的妇人一般 只对佛法中 最高深的大手印 或者大圆满等教法 有兴趣 反之 我们应当像是个 一文不值的乞丐 对所领受到的任何教法 都能心存极大的感激 与欢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时生活中的一种态度 就是当你看到 周遭有人在受苦时 自然就会生起希望 他们离开痛苦的心愿 痛苦的生命不在远处 就在我们的周围 修 是指心中的慈悲 关爱 行是付诸身语的行动 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字都是动词 就是要付诸实际行动 有行词 就会牵动整个社会 引起改变 只有发愿是不够的 要展现在行为 修行的力量 才会显现出来 睡觉 睡觉而能成就广大的力 这句话 是必须是必须建立在 深广的虔诚心上 这句话是用来形容 那些真正对三宝 丧失具备真实信心的弟子 他们无论自己是苦 是乐 心中想的只有三宝 他们已经将自己的身心 全然托付给三宝和上师 禅定 不要生在心不在 我们一生中 禅定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禅定是五片形心锁之一 它本意是专注力 就是心的一种清晰 稳固 专一的状态 如果没有这种专注力 人生会很辛苦 我们说心最重要 但不代表 不代表不在乎我们的身和语 因为心善与否 看不出来 很多人 外表装得很好 但心是恶的 因此体现于外的身和语的行为 也很重要 虽有小圣大圣 即金刚圣的分别 但分别的并不是人外在的形象 而是内心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什么呢 都要得到自由 不是吗 离欲的欲 在这里比喻 说是一种牵盼 会捆扶住我们 我们都太放不下了 太贪着今生的各种东西 物质了 以至于完全被牵绊 限制住 没有自由 我们就好像是今生各种物质的仆人 只能听命行事 而没有任何行动自由 知恩 感恩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当一个人 具有感恩的心 心会常常欢喜 总是觉得很满足 一个不感恩 不满足的人 总是会觉得欠缺 即可 一个常感恩的人 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有时候其实没什么道理 但他这么一想 一感恩 就变得很快乐 这种感恩的心 对自己其实 是有很大利益的 在许多物质 是进步发达的国家 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 人们活得更苦 压力也更大 他们会说 我的人生没有意义 我不快乐 因为我们太执着外在 我们要知道快乐在哪里 快乐需要我们静下来 在心中找寻 有知足的心 愿意向内寻求快乐 就做到了离遇的第一步 就是处理对此生的贪着了 一个人要有足够福的质量 才会相信有来生 但无论如何 我们要懂得放下 离开执着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会这么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太执着外在物质 执着以为外在能够给我们快乐 这是最大的错误 很多人修行 并没有看重本来就具备的 维系善心 一心只想做些特别殊胜的事情 一定要做像黄金珠宝那样闪亮显眼的事 反而忘了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本具善心 修行都会变得太造作不自然 变得跟你非常遥远 耶自己 era 为什么能敬开而已 邏 thấy我 我赖度 19度 难道 然 说 不如法的行为 如果在我们一生作节之时 我们将获得所有最圣功能 修行路上会遇到很多考验 有人修了二三四年 境界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绝授证物 甚至烦恼更多更强烈 无论如何重点是 不管遇到任何的考验挫折 坚持修行非常重要 因为内心的力量 或称为内在修正力量是很大的 它能够细微地 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 如你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 你将能够调伏自信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起见49日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慕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爱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让体温 现在我要给予指指 生与意的教研 认清化身的体性是翁 是你当下有着无数念头形成的心 认清报身的体性是阿 是你本然现前 能知而无拘无束的决心 认清法身的体性是亨 是你无造作 不由任何事物所组成的心 此外 由于翁是化身的体性 认清它极为行 不执着各种事物 而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去绝受 由于阿是报身的体性 认清它极为修 现于当下而无攀直 由于亨是法身的体性 认清它极为见地 全然离于贪求的无边大乐 认清化身体性的翁 是念头生起为法性 因为念头与记忆的来去 会自然消融于其中 认清报身体性的阿 是超越禅坐时间 与休息时间的禅修 因为这个体性显现为 本然觉知的法性 认清法身体性的亨 是不偏离游 无根据基础的法性见地 这是关于身与义的直指教研 将这些教研结合为一个要点 视你的身为显空无二 看得见却无实质 视你的义为三种子字 在心中清晰 识诵三种子字 他们是无二的空明 具备这三点 即是结合有原念 与无原念的修持 伟大的国王 这必定能使你证得佛果 因此 将这些当成你的日常修持 我背马发誓 再也没有比这更无上的教研了 国王领受此教研之后 欣喜若狂 他向连尸弯腰致意 并向连尸抛洒金粉 这就是结合生起与圆满的教研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